縣會一蹴一蹴 在這裡的小孩的手中點頭 南道館專門運動會正式開始 由代理館長在南鄭蘇伊點頭縣會 做一個一個狗接不去 這個縣會將會在館內十三的鄉頂 最后一站是在南道館立體有關 邀請代理縣長到南庭蘇院 進行生活的點燃 那這個聖火的點燃是一個非常崇高的意義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聖火 非常崇高純潔的象征 環繞我們全縣十三個鄉鎮 讓全縣十三個鄉鎮 共同營造迎接十月十二號 全縣現運的一個氛圍 這次的縣會是有關來的 國民中修學選手 擔任創地的工作 也就要維護選手的安全 原來有警車和救護車隊條 確實表現出 南東民眾團結和和諾系的真心 在聖火點燃的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代理縣長聖火點燃之後 我們把它第一棒 由我們南投特殊學校的學生 來接聖火 我們南投特殊學校 今年8月1號正式成立之後 這一群漫飛天使 都是非常的純潔可愛 那我們也期待 我們這一群漫飛天使 能夠共同的來參與 我們全縣的運動大會 所以我們讓 由最純真的 這個特殊學校的孩子 來接第一棒的聖火 讓他們也分享了 這一個運動會的 這種歡樂 這個氣氛 食糧的運動 對新鮮獎愛家來說是很好 所以這次 特別要請到國立南投特殊教學 全學時限參與 可以代表南投管來的新鮮獎愛家 讓他們存在聖火的人物 記者五位麥 蔡鳳報道